姐夫子好 我是姐夫 大家好 今天的晚餐 我來做一個義大利辣味番茄蘑菇燉雞 那我們先開始 這邊也起自胖胖腿 我們先把它醃起來 我們先撒一點鹽巴 加點胡椒 加點麵粉 麵粉薄薄的就好 然後拍一下 好囉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先煎起來 鑄鐵鍋我們先把它燒熱 然後加一點油 幫幫腿下去煎 好 再來我們翻面 好 好 好 切碎 蒜頭切碎 兩顆 切碎 再加點油 辣椒碎 辣椒碎 甜甜香 白酒 高糖 切碎 白茄罐頭 切碎 蘑菇 蓋起來 分一下 然後打開看一下 稍微攪拌一下 加點鹽巴調味 加點胡椒 加點胡椒 這邊有奶油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囉 我們先裝盤 醬汁淋上去 稍微整理一下 淋上一點橄欖油 淋上去 一點小 這樣 醬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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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蘑菇燉雞 完成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喜欢姐夫的影片 欢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留言给姐夫 要记得订阅姐夫的频道哦 还有帮姐夫按赞和分享 要记得点按小铃铛 开启通知 才不会错过姐夫的更新哦 姐夫感谢你们的支持 姐夫食堂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by bwd6